接下來上個叫做硝酸 硝酸純硝酸也是無色 我們的酸基本上都無色 也有腐蝕性 我們的酸也有腐蝕性 可是你拿到的硝酸經常都會黃黃的 為什麼會黃黃的呢 因為它會自行分解出紅棕色的二氧化氮 顏色要背 我們以後要用二氧化氮是紅棕色的 這我們以後會用到 所以你要背下來 然後呢 所以它會照光 然後呢 什麼被分解掉 所以我要避免這些問題 直接把它放到棕色瓶子裡面去 減少光的照射 使它能夠分解 所以呢 我們放在棕色裡 所以這裡硝酸就是有一堆的顏色要背 硝酸就是有一堆的顏色你要背 我看起來會黃黃的是因為有分解出紅棕色的二氧化氮 為了怕它分解出紅棕色的二氧化氮 把它放到棕色瓶裡面 OK 然後硝酸可以很有金屬作用 可是我講過的酸很討厭 濃跟吸經常會不一樣 這個比較重要要背 對 紅應該是活性小的金屬對不對 可是它加濃硝酸會作用 產生紅棕色的二氧化氮 吸硝酸也可以作用 會產生無色的一氧化氮 也蠻好背的 二 二就是比較多 就是濃嘛 一個比較少 就是什麼 吸嘛 所以吸硝酸是一氧化氮 沒顏色 濃硝酸是一氧化氮 有顏色 因為有這種作用的關係 可以拿來做一些加工什麼之類的 你們現在的生活科技好像已經不做了 以前的學生會去自己洗電路板 然後做一些電的東西 要自己洗電路板 就這個洗 然後畫好線 然後抓一弄 然後把東西溶掉 然後留下來要有金屬 要有金屬 然後可以做電路板 所以呢 來做精密的電路 OK 剛剛講的硝酸有作用 這裡有一根的作用 現在大部分都不重要了 不過你們還是看一下 能背起來最好 現在大部分都不重要了 不太會考了 可是呢 我給你 你還是看一下 能夠背起來最好 剛才講過 銅加濃硝酸產生紅棕色的二氧化氮 銅加西硝酸會產生無色的一氧化氮 銅加濃硝酸剛才教過了 加濃硝酸常產生二氧化硫 加細硝酸沒反應 加細硝酸沒反應 加鹽酸不管是濃的還是吸的都沒有反應 因為它同是屬於活性很小 很小的 都沒有反應 看一下 前兩個人現在還比較會問 後面的現在大家都不太會問的 還是寫給你看一下能背起來最好 所以它反應狀況有所不同 叫做硝酸 硝酸透到蛋白質會產生黃色蛋白酸 那個我曾經受害過 我到實驗室 然後呢看到桌上有一點點水 我拿一塊抹布要把它擦一擦 拿抹布的時候覺得抹布怎麼濕濕的 有沒有想太多的弄完 結果不久之後我就覺得我手刺刺的 張開一看就抹布的那個紋路變黃色 因為前面有個豬腦袋 拿那個抹布去擦硝酸 然後沒有洗 後面另外一個豬腦袋是我 就刺了它 然後呢我的硝酸就跟我手上蛋白質 把它再一塊變成黃色蛋白酸 基本上洗不掉 因為它跟你的皮膚已經結合在一起 然後等到新陳 等到皮膚新陳代謝自然就會不見 好從家 這件事我們未來還會再交一次 這件事我未來再交一次 一硝酸鹽黃水 一份硝酸配三份鹽酸的比例混合 叫黃水 因為在當初眼睛的過程中 是說我要想辦法溶解黃金白銀 後來我們找到了可以溶解白銀了 我是一直在想辦法溶解黃金 最後終於找到它 它可以溶解黃金 所以把它叫做黃水 它叫黃水 你的原因是因為它當初在過程中發現 它可以溶解別人都不能溶解黃金 所以叫做黃水 不代表它的腐蝕性是最大的 不代表它的酸性是最強的 不是 只是因為它可以溶解黃金而已 只是因為它可以溶解黃金而已 叫做黃水一硝三鹽 以力計一下 一份硝酸加三份鹽酸 OK 就是所謂的黃水 就是所謂的黃水 硝酸可以用來做黃色炸藥TNT 可以用來做硝酸甲 這個硝酸甲很有意思 這個硝酸甲可以拿來炸 它是黑色火藥成分 可以拿來吃肥 假肥 但你假肥要塞藥素 可以拿來吃肉類防腐劑 所以它是很好用 你現在去外面 人家說那個硝酸鹽還是什麼之類的 是一個強烈的致癌物 然後它不好之類的 可是你去外面 你到超市去買任何一個牌子的香腸 它都會告訴它加了硝酸鹽 硝酸鹽 好 硝酸鹽 好 這是用主看一架就好了 就是硝酸 硝酸鹽對顏色要背 我們棕色瓶啊 紅棕色二氧化氮啊 顏色把它背清楚記好 記好 記得它可以做炸藥 前面是黃色炸藥後面是黑色火藥 現在要國防工業之母 硫酸是化學工業之母 好 就讓你記一下 把該背的背起來就可以了 好